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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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金家這麼大 然後又空了個房間 沒有人睡 這不是很浪費嗎 會嗎 那個立東不是常帶馬子回來 就讓馬子就睡在客房就好了嘛 二哥 你是不是搞錯了 立東帶朋友回來 都是直接帶回他自己房間 客房還是空著啊 相識 話不能那麼說啦 我哪有帶回自己房間 我們頂多在客廳休息泡茶而已 是嗎 不管 我這麼多朋友最近都很想住房子 我們把多的房間租資金給他們 好不好 大哥 租是可以啦 可是這個生活習慣 這個作息時間都要考慮進去 不要亂找 找個爛蘋果回來你就倒楣了 真的 是不是 會不會 懂不懂 我跟你講找房客 有幾個條件要注意 一 人品 二 個性 三 長相 四 最重要的 他是不是 單身 找室友長相跟單身這兩個條件 為什麼 對啊 這樣也太強人所難了吧 冷靜... 你們兩個普通都說的 是聽不懂康哥的意思 意思是要找個女室友 好嗎 四 大哥 你算了 女室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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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集屋出租 單子已經貼出去 請問這邊有在租房子嗎 有 有 有 喂 你好 住房子來了 當作誰為止 妳有人來看過 對 我 我 妳是第一棒 可以幫她按摩 按摩 按摩 其實妳會說是不舒服的 而且應該我覺得我的體重 應該是不是剛剛好 真的不會太精力 真的不會太精力 因為我本身 你幹嘛 妳覺得我在上面聽 滿會的 我可以把妳帶去第一打 單截雙截都可以抖 帥 帥 帥 單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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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各位 厲害了 真的嗎 我們那個集屋出租 那個單子已經貼出去了 而且我們約好 就在大概現在這個時刻 應該就會有人來應徵 這麼神奇 真的假的 我們有規定時間的 是不是 這個重點是時間要錯開 不要一次來兩個 尷尬 每十分鐘來一個 太好了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等待一下 來 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請問這邊有在租房子嗎 有 有 有 超好 請進 歡迎 來 你好 漂亮 你好 有禮貌的挺孩子 什麼星座 什麼星座 住房子跟星座有關係 有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 我們因為大家住在一起要和樂融融 對 星座要和 星盤要和 先了解對方 我們怕你討厭我們 不會不會 我火象星座 牡羊座 那你就睡我房間吧 好不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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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住是客房 我們睡你房間 你急了喔 急了 看什麼不錯 不錯 那請問一下 你過來租我們的房子 你絕對會帶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快樂的一個 不一樣的氣氛呢 因為我們這個房間只有 一間喔 競爭很激烈 好 因為我知道男生的房間 應該都比較髒亂 然後我的技能很好 因為我非常的會打掃 什麼技能很好 我有很多技能 我會打掃 對 我會打掃 洗衣服 煮飯 這些我都行 而且因為我現在跟我弟弟一起住 所以跟男生一起住的經驗 我也是有的 所以我可以 太棒了 我可以幫大家按摩 按摩 按摩 採背 好 來 採一下 你最想採誰 最想採誰啊 對 整個屋子 感覺大哥是比較難 大哥比較難採到 他很難採到 那你要採誰 所以就選大哥是不是 頭最大 採一個頭最大的 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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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自己承認 你怎麼不一定是你啊 他腳這邊太大聲了 太大聲了 我有聽到 我說不一定是你啊 不要 不要 我跟你講喔 採我怎麼會好看 好看啊 真的嗎 一 三哥叫你趴你就趴 好 來 請示範採背 不要拖起來喔 不要拖起來喔 不要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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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這不是 你們懂個屁啊 會不會踩就是看 有沒有拖鞋 穿那個高跟鞋踩喔 就真的 說真的 太判斷了 我跟你講喔 球鞋是最大的 球鞋是最大的 你又不會故你 好慘喔 怎麼會踩背 不是 你有學過 等一下 你真的讓他踩一下 真的踩 真的有學過嗎 真的踩 沒有學過 但是大概知道要怎麼踩 好 預備 你要放鬆 你要放鬆 放鬆 有嗎 可以嗎 是這樣子踩的嗎 脊椎 脊椎 不要講話 講話會叉氣 有辦法跳踩嗎 不要踩嗎 跳踩嗎 挑一打頭 這裡應該很舒服 但是他踩 還有其實 臀部 臀部 其實不會說是不舒服耶 沒有人問你 而且應該我覺得 我的體重應該是剛剛好的 真的不會太重 會這樣距離剛剛好 因為我本身 你給我在上面拚 滿會的 好 來 踩怎麼樣 舒不舒服 可以吧 是舒服的 他都會踩在你有肉的地方 他不會 那邊 你這邊 這個部位再踩30秒 就有狀態了 不要這樣 不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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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膨脹 這是他那邊壓下去 很酸吧 很酸 是那裡嗎 是那裡嗎 有屁股是那裡 你懂了 開玩笑 為什麼會踩背 舒服的 沒有啊 就是因為以前 交的一些男朋友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喜歡按摩 但可能手勁力道不夠大 但就變成要用踩的 喔 請問一下 你在租房子來講 你也不是第一次租 對 我已經租房子很久了 那你租房子 你第一考慮的要件是什麼 我第一考慮的要件 就是交通要方便 交通要方便 對 這個附近一定要有捷運站 或是公車站 或是U-bike 是 那我很不喜歡住在 很靠近市區的地方 為什麼 市區方便耶 喜歡住在深山裡 你不用到深山 鬧中取靜就對了 但是不用住在正東區 因為像我之前有住過東區 我就覺得東區太熱鬧了 晚上就會很吵 因為很多東區的店家營業很晚的話 你晚上出門啊 可能只是下去save 要買個東西 都還是很多人 很多人 那請問一下 你個人本來是不太喜歡分租的 我以前有跟人家一起分租房子 是不熟的 不認識的是不是 熟的 算是同學 對 念書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也都好好的 平常是厲害 也都好好的 結果有一天班上就有一個男同學 跑來跟我說 你要那個 小心一下你的室友 我就說 蛤為什麼 他就說 你最近是不是跟哪一個男生走得很近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 他就說 應該全盤就知道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他怎麼去看 你不會鎖門嗎 因為我不覺得 室友會去亂動人家的東西 那你會寫日記 以前會 後來再也不敢寫了 除了寫日記被偷看之外 我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一起住 是上下鋪的 然後我是睡上鋪的 然後有一次也是 在宿舍裡面睡覺睡一睡 我突然一睜開眼睛 就有一個男的跟我對抗 蛤 什麼 因為我的室友帶了男生回來 但他沒有跟我講 嚇我一跳 我以為鬧鬼 他爬到你床上就來 沒有 因為我是睡上鋪 所以他站著的時候 他就正好可能跟我朋友 邊聊天就看我睡覺 睡覺都不嚇死了 後來呢 那男生後來幹嘛了 沒幹嘛 他就很尷尬看了一下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朋友 就是 就在下鋪聊天 可是你們不會互相規定說 盡量不要帶 對啊 不然很尷尬耶 但是就想說 應該彼此都會約束好自己 所以也沒特別講 但就發現 你不立個功約不行 不是 其實這個女生宿舍裡面 比我們男生還要色 還要精彩 真的嗎 哪有 希望對方帶一些男生回來 聽不到把一下也好 跟男生的心態是一樣 男生比較乖一點 男生反的比較乖 男生都是靠那個電腦 有 對 是不是 所以你們像 住跟你同住 一定室友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會嫌麻煩 有遇過奇怪的室友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我有遇過那種 就是我的室友 然後他帶了另一個同學回來 然後回來呢 他們就說他們要拿一下東西 他們就要出門去看電影 也是 然後我在房間裡 我在做我的事情 我就說好 然後他們就進來摸一摸摸一摸 後來就走了 出去以後 隔不到十分鐘 我的門就砰砰砰砰砰 我就趕快開門 就看他們兩個 原來他們兩個衝回來 不是 你要指幹嘛啦 怎麼了 不是 你幹嘛 我覺得她好啊 我沒有 沒有 沒有 不是 我拿了 結果 我拿了 結果我們就僵持不下 然後就堅持說是我拿的 然後因為那個女的我也認識 我說我們都是朋友耶 我沒事偷你手機幹嘛 而且這樣子偷了 我就以後朋友不用當了嘛 然後他就說那他要報警 這麼嚴重 對 因為他確定他手機有拿下來 我就說好啊 那你報警啊 但你報警了 朋友就不用當了 結果他真的報警了 然後後來警察就來搜 結果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住的房間是 地下室一樓 所以他進了大門以後 他要先走過一個樓梯下來 才會到我們房間 但因為那個 房東都有習慣性 在樓梯的邊邊 堆了很多的雜物 那邊 警察就在 警察 警察就在樓梯邊 然後警察就在樓梯邊邊的 一堆雜物 就是那些紙箱裡面 掉在裡面了 他怎麼面對你 對 後來我就說你看 我就說不是我拿的 而且你根本沒有拿進房間裡 他還說他確定有把手機拿出來放著 我就說那你這樣需要跟我道歉 然後他怎麼 他就講說 不是你拿的就不是你拿的 兇什麼 害怪我兇耶 結果他後來就走了 就跟我朋友兩個就走了 然後我那個室友 因為個性溫溫的 他也沒講什麼話就走了 後來就跟這個同學 一直到畢業前都沒在說話 就沒有辦法相處了嘛 對啊 被誤賴是小偷很生氣耶 對不對 對 這種是跟室友之間的嘛 對 可是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房東的 有沒有 我之前有碰過就是不OK的房東 幹嘛呢 因為我知道房東有的時候可能會 留一副備份鑰匙在他們自己那邊 會 會 有的房東會 對 真的有一個 有的會 然後我也不覺得有什麼 因為我那個房東是一位太太 就是 老老奶奶那種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 結果有一次呢 我也是工作完 我就回去我想說 欸 這時候大家應該都在上班 因為我房間是最裡面的 我想說怎麼 有人在聊天 有聲音這樣子 我還想說是誰 結果越往裡面走 結果看見我的房門 遠遠就看見是開的 開著 我說傻眼 我想說 我房門為什麼是開的 結果一走進去一看 看見房東太太 帶著兩個人 正在看我的房間 為什麼要看房間 他想要租給他們 可是這個不是合約上有許 因為我的合約已經快到 沒有沒有沒有 房東 有的房東呢 他寧願陪你這一個月 他也要把你趕走 對啊 那這個問題 大部分都是房客的人 對啊 爛房客 太臭了 房東才要趕他 才沒有 是不是都不洗頭 沒有 我每天洗頭 你不洗的喔 每天洗頭啊 可是你剛剛進來以後 我這邊覺得酸酸的 不是 不是 我耶 處理一下 酸掉的蘋果 哪有啊 他真的 他真的噴得滿多香的東西 帶人家來看 其實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至少要先講 要知會 他沒有知會我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算了 因為你前面已經講 他是個老奶奶 大概對這個觀念比較美 而且你又酸酸的 對啊 沒有酸酸 而且 而且 年紀大了就想說 反正這個房子是我的啊 對啊 所以後來就搬走 而且你那時候學生嘛 那時候已經在黑社會了啦 剛進去 黑社會 黑社會 黑社會要不想要住吧 那時候是 我們是善良老百姓 對不對 他會不會誤會 你真的是黑社會 對啊 真的 沒有 我人很好好不好 他可能在旁邊聽 你最近晚上在幹嘛 沒有啊我現在都在黑社會 黑名單 對啊 我兄弟 對那時候我在錄影了 剛開始 妳已經開始錄影了 對 但是已經不是學生了 也有那時候也在念文大 同時 好 妳是第一個候選人 非常棒 漂亮 有機會 對 怎麼了 沒選手 好 希望可以租給我 妳還有機會 也有機會 也麻煩妳幫我們坐一下 因為我們看看後面來 到底怎麼樣 好的 好不好 Apple請坐 坐那 這裡啊 不是啊 也可以 可以 很主動 選進歌了 是我的房間可以給你住 對 有 比較新鮮 不一定 我們看看 搞不好待會兒就來了 等一下老奶奶說不定也會來 哪裡 哪裡 請問 請問妳是誰 問一下 先生嗎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你們這邊有房子出租 可以去看房子嗎 請 可以 我也要看 請 哈囉 出租 Apple不妙 有房子出租嗎 出租 有 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來看過 對 對 這是租的 對 還用房東 冷靜 冷靜 妳好 請自我介紹 預備請 哈囉 各位房東好 我叫做品玉 品玉 有品 請問一下人三圍是 33C 24 35 請問一下妳 為什麼會來租我們這個 租我們這個房子 妳會帶來 跟我們帶來什麼樣快樂的 原素 我很會烤餅乾或是做甜點 所以我今天帶來了我的甜點 有帶嗎 甜點在我們的櫃子 我都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妳是不是又把它帶回妳房間夠 你自己做的喔 對啊 這真的假的 太好了 自己做的 可是我們康哥不吃甜點的 怎麼辦呢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有屈哥跟彭哥 來 康哥我們 我去幫你 幫 來 你不要緊張 先吃一下 都吃的 來 吃一下 大家可以飛一下 吃一下 什麼銅鑼燒什麼 對 這是銅鑼燒 裡面有卡士達醬 卡士達 然後中間的是那個芋頭捲 芋頭捲 手好痠喔 手舉不起來 真的嗎 不會很甜喔 不會太甜 對不對 很香 好吃 好吃喔 對 自己做的 對啊 好厲害 妳只吃芋頭捲是不是 妳吃一個這個 好 妳可以簽約了 可以簽約了 可以簽約了 簽約了嗎 等一下 對不起 好帥 香哥 請問一下 妳學這個糕點多久 念書的時候 就是參加社團做澎湯社 澎湯社 對對對 所以就是有學過做一些小點心 那妳現在也在做這一類的工作嗎 沒有沒有 現在不是做的工作 那妳現在做什麼 我是模特 哇 都來了嗎 我們家很寬敞 那個美女 妳皮膚這麼好 幹嘛穿絲襪 把它脫掉好不好 現場脫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這兩個家裡 都喜歡絲襪套頭 對 沒有 美女就沒有脫 好帥 為什麼沒有空氣的感覺 玩個遊戲 都小心 不是 妳真的皮膚好 不要穿絲襪 對 真的嗎 浪費了 妳應該有租房子的經驗 有 我租房子很久了 那妳看房子 要有什麼一些條件 對妳自己來講 我覺得房子的格局 非常的重要 它方部方正非常的重要 租房子有遇到 奇怪的房東過嗎 有 我有遇過很怪的房東 怎麼樣 就是我們以前租那種 有公用區的那種房子 然後房東它非常的節儉 對 它就是說 我們公用區的燈 或是走道燈 樓梯燈沒事就要關掉 然後結果就是我的鄰居 他先上去 他就開燈了 然後我在後面 在比較後面才上樓 結果他發現 他以為沒有人 他就把燈關掉 結果走樓梯太暗 我就死了 妳有跟房東搬臉 要搬走的經驗 有啊 妳怎麼了呢 因為那個房東他 把我電表超錯了 電表超錯 超錯的超算就好了 讓妳多付多少錢 他就是 25 萬 他超錯非常多倍 但是我就是一開始以為 是有人漏街店或什麼的 就有請水間工來查 然後房東以為 我是找人來騙他的 對 他就覺得妳就用這麼多電 為什麼妳不付錢呢 妳之前大概 譬如說妳正常是多少幾個月 一個月 兩個月 平常如果是冬天的話 大概都是三四百塊這樣子 如果是夏天有開冷氣一個月 大概是一千多塊 那那一次突然 差不多 多少倍 一個月喔 四千多塊 哇 那妳為什麼要開四台冷氣呢 對啊 妳有沒有那麼多冷氣啊 會不會是妳不在的時候 我房東沒有到妳的房間開來 那就是要自己開的 是不是 好 來 鯉魚請坐 坐這邊 坐這邊 隨便 我相信 等一下就會有人來了 對不對 來 來 請問一下這邊有住房子喔 有 你們來看嗎 妳要住房子嗎 對 還是要洗溫泉 沒有洗溫泉 誤會 誤會 我以為是溫泉溫泉 趕快讓她進來 趕快讓她進來 請進去 歡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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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你們出去的時候呢 非常的很帥氣 而且很有體面 為什麼呢 我們在家就可以很帥氣了啊 沒有沒有 因為出門就是把我們臉打走 但是還是有重要場合 因為我很會打頂帶 我可以打頂帶 而且可以打單截雙截都可以 還有一隻手也可以 先打一個單截 那我這個可以幫忙拿一下 幫忙拿一下 來 秋雯 來 秋雯最適合打頂帶 這個好像 都可以先來單截 好 單截單截先 看你帶怎麼那麼長 曲哥 來 在家裡輕鬆一點 開心啊 帥 帥 酷 很穩 因為這邊有一個麥 所以說我怕那個 這是單截 單截 還有雙截 好 來 單截 單手 單手可以 單手我可以教大家 我覺得好方便 單手我不要學 那你要不要蒙眼 蒙眼單手 不需要蒙眼我 就是 差不多你要的 有可能 有可能進階 蒙眼進階 就是你差不多要的長度 然後就 繞兩圈 對 你現在是雙手 對啊 什麼意思 你把我們六兄弟當棒球 對啊 你這個很棒 我跟你講喔 來來來 我先出去 我教你們單手 打頂帶喔 對啊 我是雙手 雙手 我繞在單手啦 對不起 還是三哥同腦喔 不是 那個是你拿你的手嘛 說不定他們家有衣架 什麼 他們放在衣架上面 單身這個意思 對 手不伸二哥不對啦 那你的手借他 對啊 二哥不對了嘛 你一定要完成喔 不然我尷尬了好不好 好 預備 單手喔 不是你可以用兩隻 不好意思手可以這樣子伸 對 對 對 單手打頂帶 他怎麼很 很像殘廢 喔 你還好嗎 怎麼感覺很開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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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厲害 這個厲害 你是魔術師喔 然後就直接帶了 超厲害的 很強 很強 這個太強了 厲害厲害 真的三手 四哥說對 可是事實上你有兩隻手 你以後還是兩隻手比較方便 對 我覺得兩隻手比較方便 對 不過欸 現在連男生會打領帶都少 女生會打是很賢慧的 對啊 真的 那請教一下 你為什麼有一陣子看訪 一定要帶狗去 我跟你講帶狗非常重要 而且我一定要早上跟晚上去 不是 我要等到你講完話 不擋你鏡頭再走回來 好像公務員 走過來這樣 對 你為什麼要帶狗看嗎 對 因為我都是分早上跟晚上 我就是因為很怕鬼 晚上帶狗 如果我的狗很不自在 或者是對某一個地方望 我就不會靠 喔 你就趕快離開 對 因為有些地方如果比較髒的話呢 它進去就整個就是會 可能就不舒服 會夾一半 那你看我們的房子 髒不髒 人髒啊 好多好 好棒啊 可是那個狗也不能太自在啊 狗在一個環境太自在 就大小便都來 沒關係 因為他大小便我就租了 租了對不對 就是表示他很自在 他不會覺得怪怪 或者是有狗進去喔 就對著一個方向 對 真的很好 我真的遇過 然後什麼都不動就一直看喔 那個就基本上我就離開 我說謝謝喔 謝謝 我就走了 唉唷 你想謝謝喔 他就跟著你走 為什麼你不會這樣打 你被揍了嗎 來我們家 剛才被打成那樣 還不覺得 我剛剛眼睛差點瞎掉耶 真的不要亂嚇我 真的 OK 跟他聊完我們六個變三個了 對啊 真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個他們前面都有講到 就是可能租房子如果一個人住危險 可能會變成小偷下手的目標 曾經被偷過嗎 有 我在美國比較可怕 因為在美國讀書嘛 就是住的地區就是以便宜為主 所以這個地區沒有很好 然後那天呢 在白天 因為我很喜歡開著電視睡覺 然後所以我就開聲音很大聲 我就睡著了 然後睡夢中 我就一直聽到很大聲的就是敲門聲音 是House是不是 對 是House 是小 比較小的 它不是大聲 它不是音樂 它不是音樂 可是它是那種比較小的 所以是房子跟房子之間都很近 對 所以那個時候在一直敲一直敲的時候 我就醒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兩個墨西哥人 在我家門口 就在叽叽叽叽在討論事情 然後之後我想說我要不要開門 因為我想說不熟我就不開 然後他就到隔壁了就開始敲門 到了晚上就一堆警察 開始就是來了到隔壁 然後就敲我的門 然後就問我白天你沒有看到可疑人 好像隔壁的東西全部都被透光 所以還好被開門 好強啊 開門蠻危險的 沒有你開門他就搶 對 你不開門他就偷 你出過這麼多地方 那你說美國的房東跟別人的房東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會管閒事 就是基本上你自由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他們都會很怕你告他 對 所以如果地板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們解決好快喔 可能當天講 馬上修 對 馬上修 因為如果你在家裡可能跌倒 因為地環或是地板 就有糾紛了 對 就有糾紛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有效力 我在美國多希望我在那個什麼素食店裡面跌倒 哇塞 你比海咯 賠千萬 上億 看你搞什麼樣的律師 有些人是專打這種 哇塞 馬上給你拿個幾億回來 真的 所以有人專門是做假摔這種動作呢 假摔不是 假摔抓得到 你不能去 欸 欸 就這樣 賠錢啦 賠錢啦 對 音樂場所還是有攝影機的 是喔 OK 好 來 請坐 歡迎 好可愛 不要跑 我相信不直接 對 一個房子這麼好 又來了 電動聲 誰啊 快 進來 我是來看房間的 看房間 看房間 看房間啦 講清楚 我們是你想看就看的嘛 看房間的 好 進來看 進來看 可愛可愛的 你未成年淘家 你幾歲啊 未成年不要來啊 幾歲幾歲 20歲啊 20歲啊 還在讀大學 不是每一個都要嚇得不好笑 欸 請問一下 20歲 租屋的經驗是 租了三次 三次 那你在外面租屋 租了幾年了 租了兩三年了 兩三年了 就讀大學的時候 差不多是下面一年換一次了 那剛剛前面都有介紹 他們自己會做甜點 會按摩 你會什麼呢 我也會按摩 你也會按摩 哪一種呢 你是哪一種 油壓還是紙壓 紙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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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來想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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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你本來想按摩 那你挑 沒有 我按摩可以啊 可以喔 你怎麼要擦乾淨的 擦乾淨的 擦乾淨的 你怎麼擦都不會乾淨的 好 來一點 你要按哪裡 我按 肩頸 對 兩隻手一起嗎 預備 七 有沒有 這個是力道是一到十 你要 我不知道 我想要再重一點 我太壯 是 我們再講一次嘛 好 慢慢按 來 對啊這樣 是吧 你說你剛剛說什麼 他說我太壯 欸 怎麼一進來就說謊 對啊 不老實欸 有一點鬆 他不是壯 他是肌肉纖維化 他是肩頸太急 對 那 這 滿舒服的 太累了 晚上太累了 晚上照你 找你睡覺 他都是派對 還有什麼招 就這樣嗎 太晚睡了 不是 我說你 我還有什麼 你在執法弄的 還有什麼其他的技巧 這一招叫太晚睡 還有什麼其他技巧 太晚睡 太早睡 你要怎樣都可以 要怎樣都可以 躺著 我這邊有一個叫金 龍金 大腿 這裡是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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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除了這樣 你還會按哪裡 要都可以啊 他好像都可以 都可以喔 我這裡也要龍金 我已經過了 好 聽聽聽 來來來 剛你一進來 彭哥就說 這好像是小學生有沒有 沒成年 你去租屋的話 房東會問你很多問題吧 對啊 就會覺得我沒有成年 他應該是第一個動作 身分證先看一下 有沒有成年啊 對啊 真的嗎 遇到房東問你什麼奇怪的問題 對啊 他會問我說有沒有男朋友 然後 為什麼呢 為什麼跟我們在這邊問的都一樣呢 對啊 你有沒有男朋友 我到時候再跟你講 你到時候跟我講 到時候講什麼 不是 到什麼時候才要跟我講 住進來了 就是你搬離的那一天 是不是 OK 他問你有沒有男朋友 要幹嘛 因為他怕我在 就是怕 亂七八糟 天生宅 就是 天生宅 天生宅 在裡面 失戀 對 怕我 他問你會不會 會不會自殺啊 會不會燒毯 不要 你要死不要 就是不要在這邊死 去外面 有這種房東啊 會自殺的人會先說 我以後會自殺喔 對啊 哪有真的有這種人嗎 他都會怕 然後家裡面所有繩子 大部分都會問 就是 你會不會自殺之類的 你去租房子 然後房東太太對你有敵意 就是因為我在租房子 我去看房子 Yes 然後呢 然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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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什麼 你有陰陽眼嗎 沒有 然後呢 就是問 那時候 價錢原本是一萬二 然後 我就跟房東聊得很來 就是 他說你那麼可愛啊 我直接這樣一個月便宜兩千塊 這樣一年就便宜很多錢了 一個月差兩萬四 一年 對啊 然後呢 然後那個房東太太就 感覺 有點無言吧 就覺得為什麼要租那種便宜 給我 招待你 對啊 吃味了 就吃味了 有時候有租你嗎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主持人在打PASS的時候 你沒關係 你繼續講 對 因為你 換人了 換人了 好帥喔 真的 三哥 我有壓力喔 對啊 我也被受危險 你要不要坐遠一點啊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有打過一個人在流鼻血 當場打 好 我不會再嚇你 對 我真的覺得你要小心 你不會嚇他 那是不是屈個位下 他會打你喔 因為我會跑就要打他 這樣不行 好 那請講 恐龍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遇到房東有很多 就是給你很多規定 莫名其妙的規定 就是有一個房東他規定 是我朋友住 他就規定那一間 就是他是十個人 但是每一間房都不能裝冷氣 十個人住一間 對啊 十個人住一間是怎麼住啊 什麼籃球隊啊 沒有 那是大房子 然後他不能裝冷氣 原因是他要節能減碳 不能裝冷氣 他就規定 對 禁止 所以聽說你就幫他取個外號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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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博士 對 環境博士 對 還要我住 環境博士 然後呢 不是 等一下 對不起 我就不懂 比如說一個房子住十個人 怎麼住啊 就像我們這樣一個大空間這樣住十個人 還是有房間 沒有 是隔間啦 有一個客廳 但是連客廳都沒有 沒有冷氣 全部都隔成房間了啦 對 這樣很悶 然後通風也不好 那不裝冷氣你還住進去 所以就不住 要退租啦 要退租了 對啊 所以就沒有租了 對對對 哇 這都沒有裝冷氣 夏天哪誰受得了 因為我們用冷氣是我們付電費啊 對啊 房客付電費 他愛地球 地球是我們大家的母親 地球生病 所以他已經講說他是環境博士了 對 那請問這位小美女 你是從事什麼工作啊 我是學生 現在還是學生 你現在還是學生 你現在讀什麼 現在讀什麼 亞洲大學 不是 什麼系 資訊傳播媒體 資訊傳播媒體 資訊傳播 資訊傳播媒體 資訊傳播媒體 我剛剛講的 資訊傳播 資訊傳播 我可以啦 我就是資素啊 他剛剛那個康哥那個 牙齒跟舌頭被扁到了 對啊 總講 他是戳眼睛 資訊傳播媒體 對 跟我們這行有關嗎 有關耶 對 有關呢 有關是什麼 哪裡有關呢 傳播嘛 傳播 傳播妹子 不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 這樣子 大眾媒體 對 傳媒啦 OK 你的表達是不是有 有點問題啊 你是不是只會回答我們的尾巴 對 不是 好 人家幾歲啊現在 20歲 不要為難他 來 過來這邊坐 小心隔壁的人會打人喔 好 歡迎 還有嗎 你應該是沒了啦 你覺得有沒有 我覺得 還有 還有 還來 哪會啊 看房子 對 確定 對啊 要不要明天再來 不要 好 請進 不要這麼兇嘛 怎麼是 你好 我新家還有你 看什麼房子 這就是你家了嘛對不對 那我在啊 新家 對啊 有性作品 有事情是不是 真的耶 好快喔 上次才說要發行 對 時間到了 結果現在就已經 對 6月20號已經全部的書店都在買 OK 你有買嗎 我買了 這個是康哥的 沒事沒事 先看 來來來 快一把 邵邵來了 OK 首次挑戰大尺度 可愛性感滿疊 對 然後還有 這種話怎麼會自己講呢 這不是我自己刷的 OK 好 我還有收一首歌 這首歌 這是一首歌啊 哎唷 唱歌了 對 就是有寫 這個有點不一樣 我在想吐 歌曲叫做什麼呢 Oh baby 那可以唱給我們聽嗎 好 預備 音樂 Oh baby 能不能再靠近我 一點點 My baby 我喜歡你看著我的雙眼 Oh baby 能不能再接近我 一點點 My baby 我只想做你寶貝 我只想做你寶貝 這個歌好 七塊可愛 七塊的 而且很洗腦 對 這個很棒 除了你當然你會拍寫真集之外 我們好久沒看跳舞 跳舞我們當然看遠了 對啊 拍這個我會也 行不行 想住來這個房間 因為大家都忘記你很會跳舞了 對 音樂 BOOM 好厲害 熱情 好棒 好棒 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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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邵 其實我們知道你 你是有一點比較 對於這種 體質比較敏感一點 對 那你租房子會不會很麻煩 你會不會進去不舒服 趕快跑 所以就不會惹麻煩 就是租到怪房子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你現在租房子不要帶狗 帶他去 對 感應器 意思一樣 狗只會看一個地方 他會跟你講 不舒服了這樣子 在你旁邊 我真的很怕鬼 OK 那朋友也會找你一局看嗎 就是他們如果要找房子什麼的 會帶著你 會帶著我 然後只要進去就會 感覺到就是 不舒服 而且我也是就是 早上去晚上也要去一次的 因為早上去光線好 其實那時候感覺不太明顯 然後晚上去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 你在裡面的時候 會覺得 然後或者是說 怪怪的 頭暈 暈暈的 暈很明顯 然後有種壓迫感 對 那你有真的住過不乾淨嗎 我還確實真的有 為什麼 可是你已經有感應過了 你怎麼還住到 因為他想挑戰 看會怎樣 不是 是因為那是太臨時 就是我 前一個租的地方 我就是 到期 也沒有到期是我臨時要搬走 然後 就趕快找了房子 然後就想說 早上去的看 還OK 至少有窗戶 因為我找房子一定有窗戶 然後說 有窗戶應該是OK 就是 也沒有想太多 然後搬進去之後 當天晚上睡覺 我就覺得 好像不太對勁 晚上到了就不太對勁 因為我還發現到說 多一個人跟你一起睡 就是他的窗戶就是 我仔細看 他其實窗戶的位置是在那種大廈 不是那種圍在一起嗎 他是對裡面 他並不是對那種馬路邊 我知道 他就看到隔壁的大樓 對 然後 很近是不是 也沒有到很近 就隔壁大樓 這樣就沒有視野啦 就是洞樓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說 這個窗戶好像也沒差 對 然後我就說 在那邊 隔壁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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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照到我的生命危險 對 他有轉頭 他有看到你 沒事沒事 然後怎麼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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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忘記了 你不要 對啊 就本身要睡覺 本身要睡覺 本身要睡覺 對窗戶 對 然後 那幾次就是睡覺的時候 因為我躺著嘛 我的沙發在這邊 然後沙發前面有一個櫃子 櫃子外面是有一面鏡子的 然後那時候我的腳 我躺的時候我的腳是這樣 彎起來這樣躺 怎麼性感 反正在躺 然後燈已經關了 但我余光我就感覺到 我這隻腳的這個地方的左邊 有一顆頭 有一個人影 人影 然後 人影印在你的腿上 不是不是印在 就我腿在這邊好了 它是在我的這邊 我先示範一下 我們當床 我當床 你當床 來 我演哨哨 什麼意思 來啊 你不知道當床嗎 何必當床 床就是地上就好 對 然後呢 然後 這是你的腳 對 不過原本那東西是在這個地方 人影 你看我也是在這個地方 人影在這是不是 對 人影 這邊有個人影 不需要 滾開三軌 我想說你不太懂了 沒有 好棒 剛剛那個畫面是人形烏公 好 對 這是在鏡子的這個地方 但是它是在我的腳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看到它我就說 不會吧 然後我就眼睛就瞇瞇的 然後等我在這樣張開的時候 它已經在我的腳這邊 這邊了 對 哇塞 然後那時候在這邊的時候 它的影子是非常明顯 然後我就看著它的時候 我就瞇瞇的這樣 可是我感覺到它就這樣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當時 床有沒有抖嗎 沒有 但我的床現在在抖 他還活著 然後爬過來 然後 又這樣爬 然後 然後 感覺到它就這樣 這樣子 這樣 然後我就天啊 我就閉上眼睛之後 我就 醒來了 就是 那一個過程 你閉上眼睛就醒來了 就是已經一覺 到天亮 做夢 夢中夢 就暈過去了 你整個昏睡 就好像是這種感覺 夢中夢 但是我已經是睡著了 然後起床我就這樣 就是我動作 就是我角度其實是一樣的 我沒有就是翻過身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怎麼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因為我房間進來 就是廁所 然後在那一塊位置 就是我每次吹頭髮 我就會感覺那裡就是有這樣 看著 對 就是你有感覺到 我就覺得很 我就會這樣看 對 我就想太多了 我就一直吹 對 然後之後我就想說 要走了那天 我就站在我房間中間 我就這樣打開手機 然後就這樣 自轉一圈 然後就把它 抬起來了 抬起來了 對 就這樣露下來 我就趕快往門口走 就因為我要走了 所以我就走 我就走了 然後我就 然後頭也沒回 我就往電梯口 就反正我就出大馬路 就立馬傳給 我朋友是看得到的 真的看得到 然後傳給他 他說 他說 哇 你家門口進來超熱鬧的 就我說 我吹頭髮那時候 就感覺到有人在看那個位置 吃頭髮一定很好看 那我覺得 你應該不要出寫真集 出這種靈異事件更慢 對啊 這講得很精彩 靈異寫真 對啊 對啊 你要穿 超別人 超不吸引人 女成為你 穿著基尼講這種故事 正點 真的 這個是 比他遇到比較好 對啊 我們這個 這個房子 聊成這個樣子 也滿恐怖的 大家要去收起來 連我都想搬走 觸我們眉頭 不過 這個還是要再宣傳一下 因為這個 最近最重要是這件事情 少來了 少來了 少少來了 少來了 對 6月20 各大的數據都 都已經在賣了 都在賣 然後網路書店也有 我相信他不會讓大家後悔 對不對 對 對 是不是 你怎麼直直嗚咧 是 好 那這要這個 你對於這個 你這個 寫真集 你個人滿意度是多少 滿意度 就是 自己不敢 你給自己打幾分 97分 OK 還有 還有進步的空間 對不對 對 聰明 好 那希望你將來可以 這個 讓大家喜歡以後呢 出一個百分之百 還有多的空間 好不好 好 來 不好意思 因為你看今天這個 每一個來這個 應徵的都非常優秀 對啊 優秀 優秀 那我們這個 這個房裡面 我們住的是六個人 對不對 今天來應徵的五個人 那太好了 怎麼說 怎麼說 你以後啊 你就開門 好 那你們就就 一人找一個 我們的房間睡就可以了 好 我們也 六人就不用住住了 你看大家那個 對 大家那個 而且可以選嘛 對 每一個房間 他們日租啦 每天可以換嘛 對對對 隨便拿門 你沒有 我沒有 你要跟他輪班 對 你們兩個站不住 我們住一起好了 我們兩個站不住 你們兩個就住這 好不好 那這個 希望你們常常來玩 下次記得帶東西來吃 對 日朋友來玩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拜拜